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可以说天气是指某个地方在某个时间 一般我们指几分钟到几天之内 大气中实际发生的现象 它是讯息万变的 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或消失 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立即影响 举凡高温 寒冷 雷震雨 冰雹 风面 冬卷风等 它都是属于天气的范畴 那么气候呢 气候是用来说明天气在一段长时间的平均状态 为数月或者是到数百年时间的平均值和变化率 比如台湾百年的温度和降雨变化特征 就属于气候变化的一种 再例如春夏秋冬 四季变化 以及寒暑与汉的更替等 这些特征都是属于气候的时间尺度 画面中的统计图是台湾基隆和恒春两地近30年 一般我们指1981到2010年的月平均气温趋势变化图 整体来看 恒春地区月平均气温变化是比较平款的 大致维持在摄氏20度到30度之间 难怪有世纪如春的风号呢 气候类型大致可依据气温降雨量风或环流等因素分类 大致上我们可以分为热带湿润气候 温带湿润气候 季风气候 干燥气候 寒冷气候和高地气候等其他类型 影响气候的因素有 纬度地形海陆分布及洋流 所以呢又细分出很多类型 就好像你画面上看到的是几种 画面上呈现的是世界气候类型分布图 请你找一找台湾属于哪一种气候类型呢 台湾属于热带季风和富热带季风气候形态 夏季吹西南风或偏南风 冬季吹东北风或偏北风 由于台湾位于东亚沿岸 大陆及海洋的气候形态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气候 冬季有来自西伯利亚的大陆冷高压 以东北季风为主 夏季则有来自太平洋的海洋性高气压 以西南季风为主 这样的特殊形态再加上中央山脉的地形影响 于是造成了台湾四季的不同 及我们南北气候的不一样 由于拥有特殊的地形及地理位置 因此台湾拥有丰富的天气变化 接下来介绍两个不同气候类型环境下 产生的特殊景象 可亚南部为热带满园气候 满园气候的降雨集中于夏季 12到5月 此地为南半球 动物们会散步在唐上宁雅的草原上 愉快地享受青草 到了六七月的干季时 太阳直射北移 降雨的区域翼北移 因此草食性动物会因为追逐水草 而往北迁徙 另外 环地中海夏季受到 富热带高压带溶罩和凉流的影响 天气 干热少雨 房屋多维白色 是为了反射阳光 保持室内清凉 会有如此美丽的建筑景观 原来和气候是息息相关的呢 介绍完天气和气候的知识概念 画面上有两则报导 你能够分辨哪一则指的是天气 哪一则指的是气候吗 答案揭晓 左边是报导台北市明天的气温相对适度和天气状态 属于短暂的情形 所以指的是天气 右边则是报导台湾过去30年的平均温度状况 属于长时间的气象资料 所以指的是气候 你答对了吗 天气一直在变化 可能逐时而变 也可能逐热而变 有时候难以捉摸 甚至会出现异常的现象 例如2016年6月 是现代史上最热的一个月 创下137年来的记录 天气会影响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 工作健康以及舒适度 天气不但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 也会影响农业 能源使用 水资源 交通运输和工业 进而对世界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 那天气是怎么变化的呢 其实天气变化与大气中水气的温度湿度 及运动状态是有关的 一般我们可以借由云和风来观察 今天我们先讨论云 画面上有两张照片 左边那张被蓝色圈起来的云 好像一个人的头往下俯视 右边那张的照片呢 又好像两个人在坐云霄飞车 你看出来了吗 这几张看起来像千军万马在空中飞驰 气势磅礴 画面上的云各个有模有样 你看哪一张的云最像人头呢 看了那么多的云 到底云是怎么形成的呢 那我们以云的形成过程一步一步的分析介绍 假设地面附近有一团未饱和的空气块 在地面受热后上升 在上升过程中 外界环境的气压随高度增加而减小 因为这团空气的压力比外界环境气压大 所以体积会膨胀到与外界气压大小 约当相等就停止 这团空气因为体积膨胀 致使它的温度会下降 原本水气量不饱和的空气 则可能因为温度降低而达到饱和 这个时候水气如果附着在空气中的固体微粒上面 便会凝结成水滴或者冰晶 成为天空中的云 了解云的行程过程之后 你是否想动手造一朵云呢 让我们看看底下造云实验 示范实验 造云DIY 将能塞入宝特瓶口的橡皮塞 钻一个适当大小的孔 使其余打气筒的管子 紧密连结 在宝特瓶内装住少许水 以增加瓶内的湿度 如此可增加烟雾的产量 接着将与打气筒连结好的橡皮塞 塞紧瓶孔 完成实验装置 以打气筒打气 直到橡皮塞弹开为止 观察瓶内和瓶口状况 因橡皮塞随时会弹开 在观察时要注意安全 当橡皮塞弹开之后 可以发现瓶口会冒出白色烟雾 这是因为当橡皮塞弹开时 空气由压力较大的瓶内 往压力较小的瓶外流动 瓶内因压力减小 而体积膨胀 温度下降 使得瓶内空气中的水气达到饱和 凝结成小水滴 成为白色的烟雾 听完云的形成过程解说 也看过扎云实验 我们会看到一个重点 那就是水气要达到饱和 什么叫水气达到饱和呢 空气能容纳水气量之多寡 与温度有密切关系 同样体积之空气的温度越高 能容纳的水气就越多 如果空气中水气含量不变 当其温度下降到某一个程度时 可使未饱和的空气变成饱和 那么空气内的水气要如何达到饱和呢 从画面上的图 可以看到一个未饱和的空气块 绿色的那一个 可以透过增加水气 或者透过降低温度的方式达到饱和 前面看到的扎云实验就是利用空气由 瓶内压力大的环境 冲出瓶外压力小的环境 导致温度下降 然后就会如涂上红色箭头所示渐渐趋近饱和曲线 如此水气就有机会达到饱和 温度如果继续下降 能够使饱和水气凝结为小水滴 集合而形成云 那么雾呢 雾大多是因为空气接触到较冷的地表 空气底部温度降低达到饱和和凝结成水滴所形成的现象 气象学上规定 当漂浮在近地面的水气凝结雾 使水平能见度的距离在1000公尺以下者 即称为雾 其实云和雾的凝结过程是相同的 雾呢 它是接近地面处所形成的云 也就是说呢 雾是漂浮在我们四周的小水滴 而云呢 它是漂浮在高空中的小水滴 两者本质是相同的 只是发生的所在高度不同 右边的照片 你能分辨哪些是云哪些是雾吗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露 一层薄薄的空气接触到地表或地面的物体时 当地表或地面的温度降低到降温到露点温度以下的时候 水气会在地雾上面凝结成小水滴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小水滴称为露 那露通常会发生在天空晴朗 冷空气平静稳定 还有足够的水气的条件底下产生 露的形成和露是一样的 当空气中的小水滴遇到非常冷 通常我们只0度C以下的地面的时候呢 它就会凝固为固体的冰晶 那我们就把它称为露 露和露两者最大的差别是在温度 当然我们说外观也不同 一个是水滴也就是液态 那另外一个是固态的冰晶 最后让我们再欣赏几张美美的照片吧 照片中双塔上方的云好像棉花糖 一颗一颗的黏在后方 轻轻揉揉的 看起来好好吃哦 最后我们重点整理一下 天气是短时间内的大气状况 而气候则是长时间平均的天气状态 云是由无数漂浮在空中的水滴或冰晶集合而成 一定体积一定温度的空气 所人容纳的水气量是有限的 当空气内的水气达到最大含量时 即称为饱和 地面附近一团未饱和的空气受热上升 外界压力减小 此团空气体积膨胀 温度降低到可使这团空气中的水气达到饱和 便形成云 云和雾的凝结过程相同 本质也相同 只是发生所在高度不同 入合霜两者最大差别在温度和外观形态 以上重点整理 希望你都学会了 再会